隔壁室友是女老师 肤白貌美大长腿 一天夜里 女老师敲开了我的房门 娇妹的问我 能跟你一起合租吗 我一愣啥意思 咱们不就是在合租吗 女人的脸顿是红了 咬着嘴唇说我的意思是 我们两个睡一张床 北漂打工 我跟三个陌生人合租 房子在五环边上 是个三居室 我住在主卧 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其他两个次卧 分别住了一对情侣 和一个年轻女孩 北京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 大家虽同处一个屋檐下 但平时都早出晚归 下班后 个子宅在房间里 相互间交集很少 甚至我一度不知道 合租室友叫什么名字 直到有一天 我在门外捡到过一张公卡 上面写着北京学校 西小雅还有一张女孩证件照 就是隔壁合租的室友 原来那女孩叫西小雅 是个小学老师 我注意到公卡背面的塑料模拟 还有一张身份证显示 她来自湖南岳阳 今年27岁 西小雅1米7的个子 五官精致立体 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特别是那双大长腿 白皙中透着温润 衬托出身材的美好曲线 我把公卡和身份证 还得西小雅 对方一番感谢 还送了我一代湖南特产 总体来说 合租房的居住条件 还算不错 但是无良二房东 开始作妖了 叫工人把客厅和储物间 都给打了隔断 客厅放了两个上下铺 改造成了 可以容纳四人的宿舍 没几天就搬进四个女生 储物间太窄 勉强塞下一张床板 租给了一男生 就这样一套房子 挤了九个人合租 变成群租 卫生间成了稀缺资源 大家的苦日子也来了 每天早晚洗漱都得排队 关键七个女生 洗漱起来一个比一个慢 有时等半天 都不一定轮得上 这就把人给搞崩溃了 谁还没有三级呢 我很庆幸不跟他们 共用一个卫生间 我的房间不仅带毒味 还有一个小阳台 能养花晒衣服喝茶 可以说关上门 就是一个小世界 一天夜里 我正在打游戏 互听外面有人敲门 我摘下耳机 起身去开门键 是西小雅 羽孩穿着蓬松睡衣 秀发凌乱遮住半边面庞 鞋靠在门口 双腿不住颤抖 似要跌倒 我敢忙扶住对方怎么了 你没事吧 西小雅脸色通红咬着嘴唇说 陈阳 能借你的卫生间用一下吗 我愣了一下 可以的你用吧 西小雅忙说了声谢谢 冲进卫生间关上门 随即传来了花花的声响 这花花声入耳入心 我站在门口 想象着女孩在里面的样子 心跳一阵加速 过了一会儿 西小雅从卫生间出来 如实重负 谢谢你陈阳 西小雅一脸苦涩 幸亏你就急 我刚才都走不动路了 外面卫生间一直有人站着 以后晚上 我可不敢喝那么多水了 我随口说了一句 别客气 有需要随时来用 啊 真的可以吗 西小雅脸上满是欣喜呜呜 哥你人简直太好了 我就是客套一下 他竟还当真了 果然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第无数次 刚开始西小雅每次敲门 都是等我回应了才进来 后来敲两下门 就直接进来 有一次我正在换衣服 换到一半时 他退门进来了 我几乎是走光的 匆忙拿被子裹住了自己场面 十分尴尬 西小雅一愣 然后无嘴笑笑 说了声抱歉 大打咧咧去了卫生间 似乎也并不在意 一天晚上 西小雅又来我的卫生间 这次他带着沐浴露 和洗发水 是过来洗澡的 卫生间里传来 花花的水声 门板是毛玻璃的 女人的曼妙身影 投在玻璃门上 朦朦之中带着诱惑 我望着女人变幻的身影 听着花花的水声 整个人就有些不淡定了 我有一种冲动 想推开门 看一眼里面的景象 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 就像站在高楼栏杆处 总忍不住 想跳下去是什么感觉 我强忍着不去听 不去看 试图驱逐星园一马 但恍惚中 感觉鼻腔一热 竟然流鼻血了 这时屋里的灯 突然熄灭了四周漆黑一片 啊 西小雅发出了一声尖叫 在卫生间里喊沉阳 你关灯干嘛 不是我关的灯 应该是停电了 我赶忙到屋外 检查了一下电表 咱们电表果然欠费了 上个月就发生过一次 但电卡不在我这 那怎么办呀 西小雅的声音很焦急 我头发刚洗了一半 突然没热水了 我想了想说 我去厨房烧一壶水 你对一些凉水 将就着把头发洗完 你看这样行吗 好的只能这样了 西小雅站在卫生间门后说道 谢谢你沉阳 麻烦快一点 我烧了一壶热水 拎到了卫生间门口 水烧好了 怎么给你呢 西小雅说 你个门口就行 我出来拿 我把水壶放在地上 但与卫生间有一定距离 毕竟房间里 黑灯瞎火的壶里 是烧开的热水 防止西小雅出来时 不小心烫到自己 西小雅打开卫生间的门 身上裹着一条浴巾 光着脚出来了 摸着黑去找水壶 但也许是光线暗 或者是的话 西小雅一个猎解 直接从卫生间里摔了出来 女人身上裹的浴巾也散开了 尽管房间里光线昏暗 但仍是白花花的一片 很谎言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我正正地望着脚下的女人 服也不是 不服也不是 哎呀好痛啊呜呜 西小雅摔得不轻 躺在地上一阵喊痛 我赶忙弯腰 手忙脚乱地摸索着 把浴巾给她盖好 然后搀扶她起来 没事吧别碰我 女孩生细如闻 黑暗中看不清表情 背过身去 我刚转过身 西小雅拎起水壶 跑进了卫生间 喷得一声把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的灯亮了 应该是交了电费 西小雅洗完澡 从卫生间出来 脸色像火烧云 咬着嘴唇问你 是不是全看到了 我一阵尴尬解释说 这黑灯瞎火得惊鸿一瞥 白花花的真没看清楚 啊 哎 西小雅抓扯着自己的头发 遮挡住了脸庞 肩膀不停颤抖呜呜 这下我可真是丢死人了 我脑子里 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就说了一句 哎呀 反正你也看到过 我咱们扯平了 西小雅愣了一下 杨起手中的洗漱用品 想朝我扎来 但轮到半空 又停住了一阵抓狂 说讨厌 我以后再也不用你的卫生间了 我心说谢天谢地 可算解脱了 西小雅咬着嘴唇说 陈阳这事你要敢说出去 我肯定会跟你拼命 哎 我脑子又没瓦特 跟别人说着干啥 我说到这里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了 重乐乐不如独乐了啊 你必须把这件事忘掉 西小雅冲到了我面前 抓住了我一领脸色 像火烧云胳膊不停地颤抖 不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挠了挠头 我咋突然想不起来了 西小雅的手慢慢松开了我 然后蹲在地上捂着脸 轻轻地哭了起来 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哭了 我讨厌你 西小雅的肩膀微微颤抖 我蹲在西小雅的面前 近距离打量她 西小雅上身穿的是宽松的睡衣 搭配一条牛仔短裤 膝盖和小腿上有瘀青 应该是刚才摔倒所致 你腿磕伤了擦一点药吧 不要你管 我从抽屉里找出一瓶红花油 递给了西小雅 你自己来吧 免得说我占你便宜 完了 我好像闪到腰了 身子弯不下去 西小雅眉头紧簇 神情痛苦那个 陈阳你能帮我涂一下药吗 我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 刚开始上药时 可能有些疼你忍着点 我蹲在西小雅的身下 近距离接触女人的大长腿 光滑细腻 纹理清晰 我把红花油 倒在自己掌心搓了一下便热 然后均匀地涂抹在她腿部于轻处 西小雅闭上了眼睛脸上 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怎么形容呢 痛苦中夹杂着紧张 还有一丝羞涩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当我的掌心在浴情处揉捏时 女人的腿在微微颤抖 而我的手也在不停地颤抖 整个上药过程不过几分钟 但在我的直观感觉上 好像过去了很久 西小雅离开房间后 我还在发呆 刚才发生的事情恍如一梦 第二天早上 我正在厨房烧水泡茶 住客厅隔断间的一个女孩走过来 女孩望着我 想要跟我说话 但欲言又止 我于是问有什么事吗 我叫陈兵哥问你件事呗 女孩笑了起来 眼神里偷着八卦 就是那个挺漂亮的小姐姐 到底是哪个屋的呀 那什么意思 你是说西小雅 陈兵点了点头 我印象中 她住次卧啊 但怎么总从你房间出来 我都恍惚了 这个我愣了半赏 唐瑟说 其实呢 她两个房间都住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有自己的顾虑 我总不能将实情和盘拖出 说西小雅出入我的房间 其实是借用卫生间 否则这些人 还不得全都效仿 来借用卫生间 那样的话 我就永无宁日了 两个房间都住 陈兵若有所思 是把她拿下了 我于是笑了笑 不置可否 可惜啊 陈兵叹了口气 不住地摇头 什么可惜 我的脸搭拉下来 你的意思鲜花插在牛粪上 难道我很不堪 陈兵愣了一下 捂着嘴直笑 不是不是 你误会了 我是说住我们屋的一个小美女 对你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可惜呢 哦真的假的 我心里一阵 肠子毁清了 究竟是哪个女孩 我对你们屋的人 都对不上好友照片吗 陈兵脸上露出了笔衣 哎 男人啊 果然都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转眼又到了交房租的日子 那对住刺卧的小情侣 跟二房东吵了起来 他们要求降低租金 因为租房子的时候 二房东承诺 国不打隔断 一套房子 有没有隔断体验 完全不一样 二房东唯利是图 自然不肯妥协 双方剑拔弩张 差点打起来 最后那对小情侣 搬走了押金 也没有回来 不久刺卧师 又住进两个陌生人 这天晚上 我正准备出门 跟西小雅撞了个满怀 陈阳你要出去吗 想找你商量点事 西小雅靠在门槛上 神情有些不自然 什么事呀小雅 西小雅沉默了一会儿 像是在下很大的决心 我能跟你一起合租吗 不是啥意思 我不禁愣住了半天 没反应过来 咱们现在不就是一起合租吗 西小雅的脸红了 指了至我的房间 咬着嘴唇说我的意思 是我们两个合租一个房间 什么男女合租一个房间 我的脑瓜子嗡嗡响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要不就是对方脑子有问题 西小雅经常来我房间 应该了解情况 我那儿就一张床 别说我跟她孤男寡女不合适 就算她是男的这条件 也没法合租呀 我贪了贪手 咱们孤男寡女咋合租 陈阳你有女朋友 西小雅问道 现在还没有我丑了野女人 但这和有没有女朋友 有啥关系 你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就不怕我占你便宜 西小雅平静地说到陈阳 我观察到 你总晚上出去 白天回来睡觉 你是上夜班的吧 我点了点头 我确实在一家三班岛的企业上班 我是校招新人 按照单位的规矩 要上最辛苦的夜班 也就是晚上十点 至第二天早上六点 不过上夜班 有一笔额外津贴 我租房子的费用单位 是可以报销的 每月大概有2800元的限度 这点钱整租肯定是不够 但找个大点的单间没问题 所以我才舍得租这个主卧 这不正好骂 你白天住 我晚上住相互不影响 西小雅语出惊人 我还能帮忙承担一半的房租 一年下来 你能省下小两万呢 我想了想 还别说这两万块钱 挺有诱惑力 毕竟我大学申请了住学贷款 一共两万四 如果这钱能从房租里省下来 压力会减轻不少 那不上班的时间咋办 比如周末或者平时休息 咱们总得共处一室 我忘了西小雅一眼 这样恐怕不太好吧 我是说对你不太好 哎呦 陈阳 我相信你的为人了 这点判断力我还是有的 西小雅扑斥一笑 你说的特殊情况 我们到时将就一下就行了 我陷入了沉思 对方的想法似乎很坚决 西小雅叹了口气哀 我实在受不了 天天跟别人抢卫生间的日子 简直要封 总借用你的卫生间 又过意不去 如果不是我上班的地方在附近 我肯定早就搬走了 我挠了挠头 还是有些为难 犹豫不决 这种情况超出了我的认知 和驾驭能力 西小雅见我犹豫 忙又说如果咱们合租 我承担了房间的卫生 另外你的衣服 我也可以帮着洗了怎么样 我彻底被说动了你东西多么 我帮你搬 西小雅见我同意了脸上 露出了喜悦 要是给我其他的事 你别管了 快上班去吧 就这样我跟西小雅合租了 住同一个房间 睡同一张床 用同一个衣柜 只不过我们一个白天 一个黑夜相遇 而不交集共处 而不打扰 这种合租模式 我以前想都不敢想 恍如做梦 我原本以为 与西小雅的相处 会是轻松的 至少不那么麻烦 但是等她搬进来 才发现我想简单了 西小雅跟我约法三章 都是针对我的习惯 第一不洗澡 不许到床上睡 第二脱下来的衣服袜子 要扔到脏衣楼里面 第三穿着外套 不准在床上坐 或躺要换睡衣 最后又补了一条 除非预先通告 否则在对方时间内 不得进入房间 这些条条框框 让我如芒在辈 很不自在 我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 直线下降 后悔了 当然也有好的一面 西小雅把房间 收拾得紧紧有条 跟以前相比 焕然一新 就连阳台上的花 都修剪得很规整 窗玻璃更是一尘不染 床单上 有女人残留的体箱 沁人心皮 我呼吸着西小雅的体箱 辗转反侧 以至于连这几天做梦 都是她的影子 结果 我失眠了 一天早晨 我直完夜班回来 我推开门 发现西小雅还躺在被子里 不经一惊 以往这个时间 西小雅早已经上班去了 难道今天是睡过头了不成 我喊了一声 喂 你今天不上班吗 西小雅睁开眼睛 瞅了我一眼 随后又闭上了 样子看起来有些虚弱 不管你上不上班 你得给我疼地儿啊 我把外套脱了 坐在床沿上说 我要睡觉了 这可是咱们约定好的 西小雅裹着被子 往旁边靠了靠 让出了一块地方 你先睡吧 我等一会儿就走 我一愣 注视着被子里的女人 有些不对劲儿 她脸有些白 像纸一样白 额头渗出了一排汗珠 但是 现在这样的天气 也不是很炎热 我于是伸手摸了一下西小雅的额头 果然很是烫手 小雅 你发烧了 不止发烧 西小雅紧皱着眉头 神情痛苦 我肚子疼 脚痛 好难受 痛惊 我下意识地问道 不是 西小雅摇了摇头 嘴唇有些发暗 我想到了一个事情 顿时紧张起来 该不会是急性蓝尾炎吧 这得马上去医院 我应该是吃坏了肚子 西小雅回忆说 早上的时候 我煮了一些速冻水饺 吃完就感觉肚子好难受 肯定是食物中毒了 我赶忙跑去厨房 在冰箱的冷冻室 找到那袋水饺 检查了一下包装 还在保质期内 似乎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我回到卧室 你还能站起来吗 西小雅努力坐起身 但应该腹痛剧烈 紧咬牙关 眼泪掉了下来 我赶忙打了一辆出租车 抱着他下楼 把他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我把那袋速冻饺子 也拿到医院 脚费 化验 西小雅果然是食物中毒 医生给安排打点滴 医生说 那袋速冻饺子有问题 大概率应该融化过 所以便治了 可能是家里断电的原因 或者是冰箱不治冷了 西小雅在医院里住了三天 稍退了下去 但依然上读下泻 整个人消瘦了很多 我按照网上的教程 熬了一些营养粥 送到了医院 扶着他喝了一些 陈阳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 你尽管说就行 你能不能代替我 给学生们上一堂语文课 这个 我一时雨色 但看着对方西记的眼神 实在难以拒绝 具体讲什么内容 我们学校组织的社区公开课 但对你来说很简单 就是讲讲 唐诗诵词背后的创作故事 西小雅望着我说 陈阳 我记得你可是文学专业的硕士 我研究生学的确实是汉语言文学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但毕业从事的工作 完全跟专业不相干 不得不说这是种无奈 现在 有机会给学生上课 也蛮有意思 于是我便答应了西小雅 回去认真备课 我讲课那天 有一些家长来旁听 反响不错 西小雅很高兴 陈阳 这些天有劳你了 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总总间 都睡一个炕头了 还客气啥 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西小雅摆了我一眼 面如朝霞 我可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说说你有什么愿望 或许我能帮你实现呢 我笑了起来 愿望 那可就太多了 说出来能把你吓跑 买车买房啥的 我可管不了 帮你找个女朋友 倒可以研究一下 我一愣 怎么 你这是要以身相报 美的你 西小雅吹了我一下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帮你介绍个对象 或者你要是有喜欢的人 我也可以帮你出谋划策 我脑海里浮现一个人 不禁叹了口气 西小雅察言观色 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坦言 我是在追求一个人 但难度不小 你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 谁说我帮不上忙的 我的话似乎把西小雅给激怒了 她哼了一声 气呼呼地说 我立得军令状 如果搞不定对方 我就当你女朋友 我一呆 正正望着西小雅 说不出话来 西小雅抓着我的胳膊问 快说说 你喜欢的人是什么情况 我追的人叫张言 跟我同一个大学 比我小几件 张言本来今年毕业 但她又俯修了一个双学位 毕业得延迟一年 张言长得不像西小雅那样惊艳 但属于很耐看的类型 很符合我的审美 我在上学那会儿 就开始追求她 但直到现在还一直没有结果 张言对于我的追求 既不答应也不拒绝 说可以先当朋友处着 忽冷忽热 若即若离 这样不确定的关系 让我内心很是煎熬 但是 张言没找过对象 在此之前 我都有希望 一天下午 我接到张言打来的电话 张言说 她就在离我不远的商场 想约我见一面 我赶到商场 张言正在是邪 冲我招了招手 陈阳 我的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张言摇了摇手中的鞋子 皱着眉头说 你过来帮我选选 这两双鞋哪个好看些 喜欢的话 就都买下来呗 我建议到 张言犹豫不定 叹了一口气 没有接话 我走到柜台结账 让店员把两双鞋子装起来 我刚工作不久 手头不宽裕 但在给张言买东西时 从来都不吝啬 谢谢你啊 陈阳 今天又让你破费了 张言很开心 跨着我胳膊说 走 我请你喝咖啡 我们来到旁边的咖啡店 找了个安静的位置坐下 我知道张言最近一直忙着写学位论文 于是问 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边来 我是来看你的呀 张言从包里拿出一袋豆干 前几天 我去福建玩了一趟 给你带的 我一阵感动 也有些意外 哇塞 你去福建了 早知道让你帮我烧点盐插回来 哼 有豆干吃就知足吧 张言白了我一眼 对了 陈阳 能帮我一个忙不 什么事啊 我问道 张言一脸郁闷的说 我的论文开题报告又被老师否掉了 你能帮我写一个不 这 恐怕不太好吧 我一听犯难了 你心可真大 论文没过关 还跑到福建玩 张言从桌对面起身 坐到我身边 晃了晃我的胳膊 恳求道 求求你了 陈阳 你难道想看着我避不了夜吗 我坐直了身子 皱着眉头说道 不是我不想帮你 但开题报告很好精力 我现在上夜班 生物中颠倒 真没精力了 张言脸色沉下来 陈阳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能为我做任何事 看来都是假的 我瞅了张言一眼 想了想说道 这样吧 如果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就帮你写 张言推了我一把 怒道 你要挟我 我贪了贪手 这怎么能算要挟呢 张言注视了我半场 语气缓和下来 陈阳 我知道你对我的心 但你一直上夜班 平时都见不着 咱们怎么能处对象呢 我一阵无语 张言 你这算什么理由 而且 我也不会一直上夜班 如果我们在一起了 我都可以为你改变 我们是大学同学 也算半个老乡 彼此都知根知底 按理说很合适 张言抿了口咖啡 望着我话风一转 但是 你想过没有 你逆我的经济条件 以后想在北京安家 是很难的 你也知道 这里的房价 多么遥不可及 我的心被扎了一下 很痛 痛得喘不过气来 张言 你说这话 是在拒绝我吗 我是在提醒 咱们两个得现实一现 张言的语气理直而冰冷 顿了顿又说 以后我们的路还很长 至少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 我低下头 咖啡杯冒出的热气 熏视了我的眼睛 依依 陈阳 你怎么在这里 忽然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抬起头 见西小雅端着杯咖啡 坐到了对面 张言愣了一下 陈阳 这位是 我努力镇定了一下情绪 介绍说 这是跟我一起合作的室友 西小雅 张言的目光 在西小雅身上游移着 陈阳 你室友还挺漂亮的 大美女一个 喂 陈阳 你得实话实说啊 西小雅的嘴角微微扬起 哼了一声说 什么样合作的室友 能睡在一张床上呀 西小雅的话如同炸雷 在我耳畔轰隆作响 我整个人顿时懵了 没料到他会这么说 而且还当着张言的面 这下 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陈阳 到底怎么回事 张言刷的站了起来 冷冷地望着我 你不是说一直单身吗 已经有女朋友了还追我 我忙解释 别误会 她只是开玩笑 西小雅打断了我 是不是开玩笑 带你朋友去咱们的房间 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你敢吗 西小雅 你 你想干什么 我一失欲色 气得说不出话来 够了 陈阳 没想到你是个人渣 张言扬起手中咖啡 泼了我一脸 然后抓起椅子上的胯包 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那样的 我起身想去追张言 但被西小雅一把给拉住了 西小雅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简直怒不可遏 甩掉了她的手说 我追了她好几年 你一句话就给我搅黄了 喂 你要搞清楚了 是我搅黄的吗 西小雅一脸无辜 刚才你俩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人家根本就没看上你好吗 舔狗一个 什么 你都听到了 我文言不禁一愣 西小雅 你是不是跟踪我 无聊 西小雅哼了一声说 是我先到咖啡厅的好不好 就坐在你们旁边 你心思全在那女人身上 所以 没认出我来 可惜啊 你一往情深 但人家不领情 舔狗可悲 西小雅 我舔不舔狗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气不打一处来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你凭什么横插一杠子 狗咬吕洞兵 不识好人心 哎 我懒得搭理你 我拿起桌上的餐巾纸 擦了一下脸上的咖啡 推开玻璃门 准备去追张言 喂 人家早就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还像个傻子一样 西小雅在我身后突然说道 我文言一惊 立即又退了回来 你说什么 西小雅的目光与我交接 丝毫没有愧疚的意思 淡淡地说道 我认识那个女孩 什么 你认识张言 我正正地注视着西小雅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西小雅点了点头 有一次 我见到他跟一个学生家长在一起 开着车来学校接孩子 当时他靠在男人的肩膀上 两人很是亲密 什么 真有这事 那家长叫什么 我的心像被巨石砸了一下 痛得无法呼吸 西小雅瞅了我一眼 他叫李静波 这个名字 听着感觉很是耳熟 对 想起来了 李静波是我们大学的老师 难道 张言跟学校老师搞到了一起 他宁愿选择一个带孩子的中年离异男人 也不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我无力地垂坐在椅子上 感觉世界一片灰暗 这些天 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我从别人那也得到了印证 张言确实成了李静波女朋友 据说两人已住到了一起 我后知后觉 还一直蒙在鼓里 真是可悲 我备受打击 周末晚上本来也上班 我请了假 西小雅是老师 周末自然也不上班 这个时候 我们难免要共处一室 单个忙个的 我占据着书桌打游戏 他靠在床头追剧 西小雅炒了两个菜 在阳台摆了个小桌 又整了两瓶啤酒 喊我过去一起吃 有一说一 湖南女人做饭真不赖 就是辣了点 你看的是什么电影 音乐怪圣人 我问道 西小雅捋了捋头发 闪铃 剧情特别惊悚 要不是你在房间里 我一个人肯定不敢看 我笑了起来 我还有壮胆的作用啊 西小雅点了点头 那当然 你没发现 我看电影时 总忍不住瞅你一眼吗 哦 我还以为你对我有意思 呸 臭美吧你救 你哪来的自信 西小雅放下酒杯 你连张言都搞不定 还想搞定我 我叹了口气 一阵失落 物质喝起了闷酒 不好意思 戳到你的痛处了 西小雅跟我碰了一下杯子 但长痛不如短痛 张言拿你当备胎 一直吊灼你 难道你看不出来啊 我沉默了半赏 可能是我不够优秀 好了 不要妄自菲薄了 人家木已成舟 你也改变不了什么 自己还是要振作起来 西小雅顿了顿又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 等过些天 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你给我介绍对象 我瞅了一眼西小雅 我可记得你说过 如果不能帮我追到张言 你就当我女朋友 现在又不认账了 哎呀 我就是说说而已 你立下过军令状的 我提醒到 谁料到你这么快 就被对方怕死 西小雅用手捂住了脸 我就算立了军令状 也得考察一下你啊 别是个火坑 不是火坑 胜似火坑 我不禁一阵自嘲 什么意思 自己承认是火坑 我点了点头 我小三十的人了 没车没房 一事无成 想想张言说的话也对 我现在的处境 确实不适合谈感情 西小雅歪着头 这么说来 就算我失言 也用不着自责了 我跟西小雅碰了一下酒杯 恭喜你解脱了 我虽然没喝多少酒 但脑子昏昏沉沉 可能是这几天心情低落 睡眠不好 我和西小雅有过约定 要是遇到周末 两人都休息 她睡在床上 我打地铺 这个房间 靠近阳台的地方比较宽阔 把杂志和席子铺地上 睡起来也不错 至少 夏天挨着窗户 是挺凉快的 我躺下不久 便迷迷糊糊睡了 半夜 西小雅突然一声尖叫 我一个机灵坐起来 盲问 咋了 鬼 鬼 有鬼 黑暗中 西小雅语无伦次 声音里透着恐惧 我赶忙爬起来 走到女人旁边 哪里有鬼 西小雅抱住我 伸手指向了一个方向 我顺着她手指望去 见写字桌下面 有一团绿色的火焰在跳动 像是恶魔的眼睛 在黑暗中凝视 我叙了一口气 悬着心放下来 大姐 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 那是我的电脑主机 什么 电脑主机 我把房间里的灯打开了 闪烁着绿光的地方 正是我的电脑主机 因为我在下载大型游戏 晚上仍是待机状态 西小雅脸色发白 用手捂着心口 吓死我了 原来虚惊一场 我重新熄了灯 以后少看些恐怖电影 我躺在地铺上 半睡半醒间 感觉身边有人影晃动 赶紧睁开眼睛 西小雅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我面前 劈头散发 着实吓我一跳 喂 你干嘛 大半夜不睡觉 西小雅坐在我身旁 我害怕 睡不着 陈阳 你陪我说说话好不 哎 真是服了你 我打了个哈欠 忍着困意 给他疼了一个地方 西小雅也不客气 并排躺在我身边 还顺带拽过去 我被子一脚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鬼存在吗 我不信 人死如灯灭 西小雅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信 我小时候遇到过 你想听听吗 快睡吧 我安慰了一句 那都是幻觉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 绝对不是幻觉 西小雅摇了摇我的胳膊 固执地说道 我害怕一个人睡觉 可能就是小时候 留下的阴影 我很是无奈 那你就说说 我听着 西小雅说 我小的时候 应该是六七岁那会儿 妹妹身体不好 总生病 爸妈就带妹妹去医院看病 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他们经常很晚才到家 你爸妈为啥不带你一起去医院呢 当时我们住在农村 我爸妈骑一辆自行车 带着妹妹看病 肯定没法带我过去 西小雅顿了顿说 有一天晚上 我睡醒了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外面天很黑 院子里还有猫头鹰的叫声 我在家里待着害怕 就想去五公里外的外婆家 要翻过两个防红大堤 穿越一大片野外农田 我皱起眉头 你当时真的只有五六岁 嗯 我记得那时我还没上学 西小雅抓着我胳膊的力度见大 我站在防红大堤上 看到不远处的丛林中 亮着红色灯光 我认出了 那是我们村放羊的老头 那红色灯光是他烟斗发出来的 于是 我就赶忙朝他跑去 但我跑进了一看 什么都没有 脚下是一片坟地 啊 还有这种事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你当时可看清楚了 是的 我绝对没看错 当时 我还看到地上有许多羊 但走到那里之后都消失了 我害怕极了 撒腿就跑 朝我外婆家跑 最后到了外婆家 她见到我特别诧异 不一会儿 我爸骑着车也找来了 我跟他们说了在路上的见闻 我爸当时脸色都变了 我叹了口气 你一个小女孩 这大半夜乱跑 确实挺让人揪心的 不是 西小雅紧紧抓着我胳膊 颤声说 我爸说那放羊的老头已经死了 几天前才刚埋葬 所以我肯定是见鬼了 大夏天的 我几倍直冒寒气 我和西小雅 你言我一语的聊着 她什么时候消停的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都记不清了 第二天清晨 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我伸展着胳膊 打了一个哈欠 突然 我感觉手背被烫了一下 不禁啊了一声 原来 我刚才打哈欠时 手背碰到了地上的蚊香 被烫了一个霸 喂 你干嘛 压着我头发了 我一惊 赶忙扭头瞅去 西小雅竟还在我旁边 女人跟我挤在一条被子里 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秀发凌乱 睡眼惺忪 我脑袋一阵嗡嗡响 思维有些短路 昨天夜里 我居然和西小雅抱着睡了一宿 西小雅也清醒过来 注视着我的眼睛渐渐睁大 眼神中写满了震惊 最后发出了一声尖叫 啊 陈阳 你这个变态 喂 大小姐 你看清楚了 这是谁的地界 西小雅坐起来 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是在地铺上 不禁把头埋到被子里 发出呜呜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西小雅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 红着脸说 对不起 昨天我想起小时候的事 有些害怕 所以失态了 没关系 我挠了挠头 缓解尴尬 目光忍不住 飘向了女孩白皙的腿 昨天确实太困了 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再说了 我也没吃亏 你往哪吵呢 西小雅察觉到我目光里的猥琐 白了我一眼 夜里 你真没对我做什么 哎 我发誓 好了 西小雅打断了我 让我看看 你手背的烫伤严不严重 我把瘦伸了过去 确实隐隐作痛 西小雅检查了一下 起身拿来药膏 在我手背上涂抹了一层 透着丝丝清凉 谢谢 抹上药感觉轻松多了 要不 今晚你来床上睡吧 西小雅脸红了 咬着嘴唇说 但你得保证不欺负我 呃 真的可以吗 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我只是同情你 西小雅撇了撇嘴 你自己看着办 爱来不来 晚上 我把被子放到了床上 在西小雅的注视下 我大方地躺到了他身边 我熄了灯 月色照进来 房间里朦胧如水 我袖着女人的芬芳 辗转反侧 恍然做梦一样 西小雅轻声问 陈阳 你睡了吗 没有呢 我回答道 我也睡不着 要不你讲个鬼故事 我一阵无语 你不是胆子很小吗 嗯 但是很想听 我于是讲了一个恐怖电影中的情节 西小雅听得很专注 呼吸也急促起来 喂 你冷不冷 西小雅问道 还行啊 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屋里阴风阵阵的 西小雅一声一轨地说 你摸摸 我的手好冰 西小雅靠近了我 拽开被子一脚 挤进我怀里 我吓了一跳 这啥情况 身子赶忙往外挪了挪 但是 对方如影随形 还把手伸到了我衣服里 女人的手很凉 确切地说 像冰块一样 我打了一个机灵 血管里的征服欲快速流动 于是抱住女人 伸手去解她睡衣上的扣子 西小雅用手捂着扣子 挡住不让我动 陈阳 你喜欢我还是鬼 女人问道 我一愣 也有些懵 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 于是我脱口而出 我当然喜欢你啊 西小雅的手松开了 任我一颗颗解开她的扣子 黑暗中不结实的床板 吱压吱压轻响着 我感觉到 西小雅的身子也很冰 而且僵硬 我赶忙检查了一下 羽人没有心跳 也没有气息 我不禁毛骨悚然 怀里抱着的是一具尸体 我尖叫了一声 挣扎着想要逃离 但被对方紧紧牵住 无法移动分毫 我是鬼 你就不喜欢了吗 与时嘴角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手上的指甲突然变长 果然 男人的话都是骗鬼的 小雅 放过我吧 我颤抖着求饶 念在我们是有一场的份上 那你应该陪我 女士的支架泛着寒光 朝我掐了过来 我魂飞天外 挣扎着想要躲开 结果扑通一声 掉到了地板上 房间里的景物瞬息变幻 西小雅正安静地躺着 手上的长支架也不见了 我额头都是汗 眼瞼颤动 原来噩梦一场 西小雅被响动惊醒了 迷迷糊糊地问 陈阳 你怎么了 我 还是打地铺吧 我打开了灯 无奈地说道 两个人睡一张床 还是不太习惯 行 你以后别想再上来 西小雅把我的被子 枕头 一股脑丢到地上 一天 我下班回到住处 推开门不经意惊 房间椅子上 坐了一个中年女人 五十岁左右 正低着头看手机 我一阵恍惚 怀疑自己走错房间了 下意识退后两步 确认这就是我的住处 中年女人也注意到我 抬起头问 你找谁 我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西小雅在吗 哦 小雅在厨房里呢 中年女人的目光 在我脸上寻寻 你是她室友 是 是的 我点了点头 堂色说 我隔壁屋的 想找她借点东西 我转身去了厨房 见西小雅正端着 洗好的水果出来 差点撞了一个满怀 房间里那人是谁呀 我问道 嘘 小声点 西小雅把我拉到一边 做了个静声的手势 我妈来了 你得回避一下 啊 那人是你妈 我一阵不知所措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 刚才要不是我反应快 咱们住一起的事 就露线了 谁料到你今天回来这么早 西小雅嘟了嘟嘴 抓了一把车离子给我 我妈本来要赶飞机的 结果南方大雪航班延误了 晚上到我这里住了一宿 你先在厨房待会儿 我们收拾一下就走 我点了点头 不急 你妈没发现什么吧 西小雅脸一红 回头再跟你说 西小雅离开后 我站在厨房发了一会儿呆 感觉肚子有些饿 就想去小区门口吃些早点 结果 我正在等电梯时 西小雅母女出来了 西小雅介绍说 妈 她就是陈阳 阿姨好 我忙打了声招呼 西小雅妈妈点了点头 上下打量着我 谢谢你啊 小陈 小雅总提起你 说你很照顾她 都在一个屋檐下 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西小雅瞅了我一眼 咬着嘴唇 表情很不自然 电梯里 西小雅妈妈又问 小雅 你准备什么时候 把男朋友领回家 妈 我哪来的男朋友 没有 你当妈是三岁小孩啊 衣柜里分明有男人的衣服 还有两条被子 我不管 反正今年春节要领回家 西小雅低着头 没有言语 无话可说 小陈 她对象怎么样 你说说 女人问道 阿姨 我没见过 我心虚地说 又补充了一句 平时我上夜班 生物中颠倒 哎 北漂都不容易啊 西小雅妈妈叹了一口气 有机会到少阳 我们那儿的鱼很好吃 我点了点头 不再吭声了 西小雅母女出了电梯 往小区外走去 但不时回头瞅我一眼 西小雅送完母亲回来 陈阳 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要搬走了 为什么 我一愣 这个消息有些突然 你妈发现了我们的事 当然 我妈又不傻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西小雅悠悠地说 我留在这里 对你也是打扰啊 快冬天了 你总睡地板也不好 不碍事 买个行军床就行了 哎 真是好样的 西小雅叹了口气 大床分你一半 你嫌弃 那你以后自个儿睡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 小雅 你生气了 西小雅反问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其实 你住这儿挺好的 我有些不知所言 你舍不得我 西小雅歪着头问道 嗯 你真的要走了 西小雅点了点头 学校派我去东校区 离这儿比较远 所以准备搬去那边 我的心情沉重起来 怅然若失 陈阳 一会儿你有空吗 西小雅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我请你吃个饭吧 感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在商场 我们找了家香菜馆 点的是鱼 但究竟什么味道 我心不在焉 机械地吃完饭 时间还早 咱们去玩密室逃脱 西小雅问道 我点了点头 跟随她进了密室逃脱 房间里 气氛阴森 紧张 是一个惊悚场景 我们的任务 是尽快找到开门的钥匙 根据提示 钥匙在一座破旧的钢琴里 我到钢琴旁翻找时 钢琴突然发出一阵脆响 紧跟着 房间里灯光顿时全都熄灭 啊 西小雅尖叫了一声 扑到了我的怀里 别怕 我犹豫了一下 抱紧了她 感受到了女孩碰碰的心跳 黑暗中 我们看不到对方 但能感受到彼此的情绪 房间里传来客服广播 别担心 不是停电了 剧情需要 黑暗会持续一分钟 灯光会恢复 我和西小雅的脸慢慢靠近 嘴唇贴到了一起 轻轻吻了起来 时间在变慢 在定格 在回溯 灯亮了 我和西小雅不舍得分开彼此 我们望着对方 目光纠缠在一起 任务结束 房间的门缓缓打开了 西小雅跨着我胳膊 在商场里转来转去 像一只偏心的蝴蝶 西小雅设了几件衣服 好看嘛 我注视着女人的傲人曲线 眼睛都直了 西小雅放下了衣服 走吧 回家 为什么不买呢 我送你一件吧 你很有钱吗 女人笑了起来 那不如把我的房租免了吧 怎样 我挠了挠头说 也行 西小雅白了我一眼 傻样 我们下楼 路过一家照相馆 西小雅停下脚步 拉着我进去了 我们照张相吧 留个纪念 回去的路上 我们没有说话 但手牵在了一起 到了住的地方 西小雅继续收拾她的东西 小雅 你真的要搬走 嗯 西小雅点了点头 我已经在那边租好了房子 那我怎么办 我不再掩饰情绪 你没看到我正在收拾你的东西吗 西小雅笑了起来 你愿意跟我到那边一起合租吗 我忙点了点头 上前抱住了她 我愿意 嗯 那是一居室 就一张床 西小雅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 如果你喜欢打地铺 也可以 我想搂着你睡 但需要办手续哦 西小雅咬着嘴唇说 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 我一愣 什么手续 今天周六 民政局还在办公 西小雅说道 我有些懵 民政局还管租房手续 傻子 我们是去领证 西小雅晃了晃手中的照片 别装了 你都跟我拍了红底照片 小雅 这是 闪婚 我有些不知所措 但我们连见家长都没有 你不满意我 不是 你家长不满意我 西小雅又问 他们肯定乐开了花 走吧 西小雅催促说 我叫的车来了 我们拿上了证件 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一路上 我觉得是懵的 感觉像在做梦 我掐了自己一下 很疼 这不是梦 小雅 西小雅眉头一皱 你应该叫我什么 老婆 西小雅靠在了我的怀里 现在 木已成舟 彩礼的事怎么说 啊 我一该 这个我还没想过 你不想给 西小雅板着脸问道 我连忙说 给 肯定给 你要多少 西小雅想了想 以后的房租你付了 冲底彩礼 接受分期 我一正 抱住了西小雅 我还以为 你是闪婚片彩礼的 哈哈 神经病啊你 西小雅一阵抓狂 半年后 我和西小雅的婚礼 在老家举办 三年后 一个周末下午 我和西小雅在公园散步 儿子在前面 骑着小车跑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张言打来的 陈阳 你还在北京吗 张言问道 是的 张言沉默了一会儿 一晃几年过去了 我也经历了很多 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觉得你好 你在哪里 我想找你谈谈 谈什么 我冷冷地问 当然是谈谈 我们两个的事呀 张言似乎对我的态度 很诧异 我可以考虑做你女朋友 你可能没关注过 我的朋友圈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觉得有点可笑 我早就结婚了 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啊 你在骗我 对不对 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 师妹 我挂断了电话 朝妻子和孩子追去 全文完 呀 我 试 试